2023年1月,德甲球队沙尔克零四正在唾齐拉链 在媒体采访环节,众多媒体都把长枪短炮对阵了一位22岁的日本小匠 甚至忽略了他的队友,同样效率于沙尔克的日本国家队队长吉田蚂蚁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小匠完成了从最二气匠到德甲首发的神奇蜕变 他的名字叫做上月壮一郎 在一篇东京国际大学对日本球员职业历程的研究报告中显示 日本职业足球运动员退役的平均年龄约为26岁 球员们在挤过独木桥艰难的拿到职业合同后 却发现职业联赛远远比想象的残酷 无数的球员刚刚履行完他们的第一份职业合同就面临着退役的抉择 2021年的上月壮一郎就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 2000年12月22日出生于京都府的上月壮一郎 从三岁开始就加入了当地球队京都不死鸟的青军体系 从U15梯队到U18梯队 再到深入一线队拿到职业合同 并且入选日本各级别的国字号梯队 他已经是万里跳一的天才成员了 但是进入到职业联赛后 现实还是给了他狠狠一击 私职前分的上月壮一郎发现球队的分线 被外援和老战牢牢占据 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中 往往被安排到编后卫或者编一卫 既无法发挥出进攻才能 又暴露出了巨大的防守漏洞 每次登场 上月壮一郎踢得就像一只无头苍蝇 满脸的迷茫 在日本读书数据网站中 上月壮一郎的进攻数据排在联赛第445位 全球排在第490位 要知道G2联赛一共也只有500多名球员 2021赛季是上月壮一郎三年合同的最后一年 由于频繁的伤病 他一共只在G2联赛捞到了13分钟的出场时间 没有任何悬念 他失业了 上月壮一郎删掉了这三年所有的推特 很难想象当时的他是什么样的心情 唯一知道的就是 他想和过去彻底划清界限 他决定出国闯一闯 自费前往德国视频 他一度和一支得甲球队的二队达成协议 却因为球队拒绝支付情绪补偿金而告吹 眼看着转回场即将结束 只能和第五级别联赛球队杜伦签下了一份为期半年的短期合同 短短三个月时间 上月壮一郎在联赛中出场11次 打进5球并且送出5次助攻 帮助球队以联赛冠军的身份升上第四级队联赛 终于他的出色发挥吸引了沙尔克的关注 签约沙尔克二队征战第四级别的德国西部联赛 已经适应德国足球的他无份衔接 半个赛季14次出场 打进8球送出5次助攻 成为球队最佳射手 他速度快 一对于强的特点在德国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2022年12月 沙尔克前往国外拉链 由于部分球员受世界杯影响无法归队 因此球队从二队抽掉了6名球员 其中就包括发挥出色的上月壮一郎 在同维也纳快速的友谊赛中 第一次代表一线队首发出战的他 开场8分钟就帮助球队首开记录 做客科罗迪亚的第二场友谊赛 上月壮业狼强点破门 打进球队的第三球 第三场比赛 沙尔克做客奥斯纳布鲁克 开场第16分钟为球队首开记录的 又是上月壮一郎 如果算上新年后的第一场友谊赛 上月壮一郎已经连续四场比赛破门 沙尔克球迷也被他的出色发挥折服 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将他调上一线队 2022年12月30日 沙尔克林四给上月壮一郎送上了一份一线队的职业合同 他要替德甲了 在奇迹般的2022年 上月壮一郎从被阶二放弃 混迹第五级别联赛到签约德甲球队 但是奇迹并没有到此结束 东歇西后的第一轮得甲 上月壮一郎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中 尽管没能挽回球队高高的状态 在进攻端表现活跃的他 依然获得了全队最高的评分 沙尔克正在为宝击苦苦挣扎 三个赛季只打进13球的矿工 饱受分无力困扰 上月壮一郎会成为沙尔克的救世主吗